大家好,我是事關不合的喜步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周標示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希望看完之後給我們一個讚好和追蹤 你的讚好和追蹤是我們製作這些影片最大的動力 Grand Prix Holidury Geneva 日耐瓦中標大賞 一年一度的標譚奧斯卡在11月4日已經向日耐瓦舉辦完畢 18個中標有關的獎項全部都名花有主 一年一度中標界的盛事其實都有少許爭議性 因為有些人覺得認受性不夠全面 為何這樣說呢?原來中標的大賞是一個自願參與性質的獎項 即是品牌或一些獨立的制標人 每年就會將自己的作品交給評審委員會去挑選 評審委員會有35個專家 分別來自中標業的各種範圍 但因為是自願的性質 所以不是每一個品牌都有參與 例如2021年今年 努力士、帕德菲利普或是FB Sean FB Sean過去是有參與的 不過今年就沒有了 以及Swatch Group全部的品牌都沒有參與今年 所以都希望將來如果我們可以看到更多的品牌去參與這個城市 無論是德或是失都好 只是一個支持 以及這個獎其實每一年都是為很多付出了很多努力 制標的專家給予他們鼓勵 在片尾的時候我們就會為大家送上全部18個獎項的得主 在這18個獎項中我們挑選了有兩隻 我們覺得很有趣的碗錶就在這裏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隻Calendar and Astronomy 力發和天體碗錶的範圍 他得獎的作品是來自一個叫Christian-Rander-Claude的品牌 他是一個荷蘭的制標師傅來的 最出名就是做一些Planetarium 天體的複雜功能的碗錶 他就做了一個全世界最微型的Planetary複雜功能 可以放在碗錶裏面 他這個複雜的功能就是把我們太陽系 行星他們運行的軌跡 放在碗錶上面 是真的能夠根據實際的行星運行的速度 去轉動的 所以真的挺有趣的 他這個複雜功能在1999年的時候就已經首次推出了 應該在業界裏面如果沒有記錯 他是真的獨一無二的 但他亦有為其他品牌做過標 好像在2014年的時候 他為Vancrypte Appel 梵克亞寶 做過一隻叫做Midnight Planetarium的碗錶 而在2018年 做過另一隻叫做Lady Appel's Planetarium 這兩隻碗錶在上面 都是有微型天體儀的 今年他們這隻得獎的作品 他就叫做Planetarium Easy Easinger 設計的靈感 是來自Easy Easinger 一位18世紀荷蘭的天文科學家 他在他家裏面所造的一個 Planetarium 天體儀 到今天仍然是操作運作正常的機械天底儀 你看到這隻碗錶的錶盤 是完全根據Easy Easinger 天花板所造天體儀的顏色 以及木板的紋理去造它的錶盤 錶盤的上半部 我們看到有7個小時的時錶 分別是1點到3點 以及9點到12點 12點鐘的太陽的標誌 其實就是Christian Van der Klaw的一個品牌的標誌 12點鐘位置有一個Substile Substile上面是顯示了日期和月份 這個日期和月份是很重要的 原來只要我們較盡這個日期和月份 在6點鐘位置的天體儀就會同步 會一直按著六大行星軌跡和運轉的時間去運轉 天體儀的正中央是太陽金色的 在它旁邊就是水星 水星每87.97天就會圍繞太陽 就一次是逆時針方向走的 外圈再外一圈的 金星Vernus 就會224.7天就會走一圈 之後就輪到地球了 藍色的地球就是365.24天就會圍繞太陽轉一圈 地球旁邊的就是Mars火星 它需要686.98天圍繞太陽走一圈 再去到Jupiter 木星 木星走得很慢 11.86年才圍繞太陽走一圈 最外圈的Satun木土星 29.46年才會走一圈 所以這是一個設計得很精密 以及用得很簡單的一個複雜功能 而這個碗錶機芯就是一個自動上鏈的機芯 我們看錶底是一個透明底蓋 可以讓我們看到上面的自動擺陀有很漂亮的雕刻 上面是雕刻了六大行星和太陽 這個自動上鏈的機芯是有96小時的動力儲備的 這一碗錶有兩種金屬的錶殼 都是40毫米的直徑 分別是18K的紅金限量六隻 以及鋼也是限量六隻 18K的紅金大概是50萬 鋼殼的碗錶大概是40萬 而一個都蠻複雜的天體而 可以放在手腕上 這個價錢也不算太離譜了 第二隻我們想說的碗錶就是這個Challenge 挑戰獎的得獎者 挑戰獎是會頒給一些在瑞士法郎 3500元以下定價的碗錶 這次得獎作品就是CIGA SIGA Design 的一隻叫做Planet Blue SIGA Design是一個比較年輕的品牌 這個品牌是2012年的時候 由號稱十大中國工業設計師之一的 張建文先生創立的 碗錶大部分都是比較親民的定價 全部都是5000元港幣以下 以及通過網上發售 CIGA Design 自從2012年成立以來 已經得了兩個大獎 一個就是在2013年的時候 拿了Red Dot Design 紅點設計大獎 以及在2017年的時候 拿了IF Product Design 產品設計大獎 再加上今年是拿了Gran Prix Holodurie Geneva的challenge大獎 看看得獎 叫做Planet Blue的碗錶 這個碗錶的設計靈感 就是來自我們要保育地球 所以就放了一個地球儀 在標判的正中央 我們看不到有指針 稍後再解釋 不過地球儀其實是一部分的 就不是全地球儀 上面是用了一種 微型雕刻和電導的技術 勾劃了陸地和海洋 陸地上面的山峰和平原深谷 全部都是根據真實地球上 山峰的高度 深谷的深度 去刻畫的 所以這個3D立體的地球儀 都是很有真實性 而它怎樣顯示時間呢 我們看到 它在5點鐘位置 就有一個航海的 Compass 一個指南針 航海的指南針 其實它指著的位置 當時的時間 我們看到 地球儀的外面 是兩個圈的 比較接近地球儀的圈 顯示這個分分鐘的刻度 最外面的圈就顯示這個時間的刻度 一般的宗標 我們的時針 每一個小時 是會行30度 即是顯示一個小時 而那個分針 每個小時會行360度 即是轉一圈 就顯示那個分鐘 但是這次 這個地球儀 它本身就是個時針 是每一個小時 就會順時針方向 是行30度 不過它旁邊那個 分分鐘的圈 就會是順時針方向 行390度 因為要追回那個時針 來顯示那個時間 我們看到現在的照片上 它所展示的時間 就是5點正 這個門標 它本身 就是一個46毫米直徑的 鈦金屬標殼 也挺大的 可以防水30米 而它搭載那個自動上鏈的機芯 是由中國的海鷗廠去生產的 可以提供40小時的動力 這隻碗標限量50隻而已 定價是15000元 這兩隻碗標分別都有不同的 關於天體的一些複雜功能 兩種顯示時間的方法 都是比較特別的 當然啦 Planet Blue 就是更加 是有創意 因為真的很少見到 有這樣的顯示時間的碗標 所以我覺得 這兩隻標都值得和大家分享 好了 今個星期的周標時 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MING PAO CANAD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